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里头会发现真的是满满现金 个人捐款项目多达14万6千多笔 其中13万多笔是现金捐赠 比例高达93% 特别的是有310人手捧捐款上线 9万9999元或是10万现金现场支持 更诡异的是 匿名捐赠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 3个月内暴增超过9万笔 金额只比2亿元相当惊人 尤其我们都知道 民众党的支持者可能都是年轻世代 可是居然有高达2亿是现金捐款 数量之高 比数之多 这个都跟一般选举经验上是完全违逆的 民进党立委大酸一看就知道怪怪的 但就是发生了 柯文哲当时的帐房李文宗和端木正 也接连被以政治现金案传唤 厘清是否有从中作帐 因为根据靖州刊报导 简连进一步发现 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在4年前中石化子公司顶月开发 标下金华城土地时 因容积率增加 曾催促顶月付款5亿元给金华城公司 这笔居额款项不知去向 简连将出手追查匿名藏进人 质疑政治现金与金华城案 消失的金流很有关联 现在是靖州刊在编故事 还是检调在泄密 因为这么荒谬的问题 连事实的基础都没有建立起来 根本无从加以回答 民众党的回应依旧统统推给相关单位泄密 只是柯主席如故事般超乎常理的政治现金账目 难免其人移动 遭到减联金上或许并非意料之外 东森新闻消息 张宇春台报道 马上来关心柯文哲收押 不过都现在风波持续的扩大 最新传出审刑金有5亿元 不知去向 另外柯文哲选前三个月收到近2亿元的捐款 两者之间有关联吗 时间交个敬意 好 今天已经是柯文哲被收押的第14天了 那么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今天上午 他第三度被提训 不过下球车的时候是露出了一抹微笑 这是说他心情看起来还不错吗 好 简连现在持续追查的是柯文哲的金流 然后就意外发现到了 好 顶月开发是以当时候372亿元 溢价标下金华城的土地 那么那时候沈庆金 那么也是这个微经集团的总裁 就要求那你要拿5亿给金华城 公司还催促顶月付款 不过就是这5亿元被发现不知去向 所以现在检方就怀疑这5亿 是不是拿去行贿公务员呢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以现金 或是匿名捐款的方式 流向了柯文哲阵营 我们就要来看到在柯文哲阵营这边 好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被发现 个人捐款有14.6万笔 但是现金捐赠就有高达13.7万笔 这个比例高达93% 不符合长情 因为一般来说小草要捐款 他们不是很会用网路吗 应该是用汇款吧 怎么会通通都拿现金去捐呢 以及在选前的三个月 包括了11月 12月到1月 选前三个月 发现现金捐赠也有超过9万笔 总共是1亿9517万元 将近有2亿 所以现在简林要追查的 就是这将近2亿元 好 他深入分析相关的金流 好奇的是会不会有金主 就是以人头隐匿的方式 然后用这种方式把钱 洗到柯文哲的阵营里头呢 以及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到 沈青青现在也被质疑 是不是所谓的左手卖给右手 套现将近百亿元呢 好 这个金华城当时候 是微金集团去投资的 我们就拿它当作是一个左手好了 那么最后去标下它标案的 是顶月开发 也是这个微金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就在2019年代时候 金华城因为经营不善 所以就公开标售 那么标了到了第四次的时候 其实底价已经降到了多少 342亿元了 不过最后是由顶月开发 以372亿溢价标下的 而且还打败了新复发 那个时候开出来将近有300亿元 所以那个时候将近300亿 但是顶月开发是372亿 所以对于金华城来说 当然很开心 你是顶月开发标下的 我等于多赚了将近100亿元 但是对于顶月开发来说 它不就亏大了吗 别人是以将近300亿 如果它标下的话 我是以372亿标下的 我多花了这么多钱 但是问题这两个不就都 概念上是属于省庆金的吗 因为一个是省庆金 微金集团去投资 顶月开发又是属于 微金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 所以现在检方要查的就是 省庆金有没有涉嫌套现进100亿 那么朝着特别被性罪要来查 因此如果犯罪不法所得 超过议员的话 刑度就是七年起跳 所以现在大家就好奇 会不会成为柯文哲 这个金华城案的另外一个突破口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话题 再把时间交还给季盈 好来关心最新消息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爆料民主党立委黄珊珊 在2018年选议员时 就收过中华工程20万的政治现金 而对此黄珊珊有最新回应 联系给记者周佩宇 好主播观众 持续带您来关心 今天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她再次爆料 其实黄珊珊早在2018年选议员的时候 就收过中华工程20万元的政治现金 而这个中华工程 也就是微金集团的相关企业 因此钟小平也质疑 是否正因如此黄珊珊之后 在当台北市副市长的时候 才特别来帮柯文哲和省庆金牵线 现在黄珊珊有最新回应 我们先带您来听 以我们的政治现金都是可以查询的 所以也不用在那边含沙摄影 第二个 我上次已经说过了 在台北市政府 我是府会总联络人 所以所有的议员便当会 我都会参加 我是因为当府会总联络人的关系 即使不是我的乐馆 我也会在现场 但是后面就会交给各单位去处理 第三个就是 是不是有涉案 我想检调应该比钟小平清楚很多 好 您可以听到黄珊珊 她是表示说这个政治现金 其实在监察院的平台上面 都可以查得一清二楚 认为说钟小平现在就是在寒沙摄影 而黄珊珊她也认为说 其实当时自己身为这个府会总联络人 因此所有的便当会都会参加 如果黄珊珊真的有涉案的话 她也认为检调应该会比钟小平来得更加清楚 以上是现场最新我们把时间交换捧内容 好 来关心侦办金华陈案 今天上午看到检方是三度提训了柯文哲 同时还约谈了时任的都省委员 而接下来侦办的重点会是哪些 我们联系给主播张照合告诉我们 照合 好 今天检方侦办柯文哲案就有两个进度 第一个是三度提训柯文哲 第二个是约谈证人 当时的都委会的成员叫做黄台生 她是一个委员 我们先从柯文哲的层面来看 为什么今天要三度提训她呢 今天柯文哲一样 黄色球衣蓝白拖进到了北界 现在大家怀疑把矛头指向了 上礼拜的金华城董作陈玉坤 我给大家看一下上礼拜的画面 这是陈玉坤当时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他手上拿着一大碟的文件 是不是这个文件里面有什么样的猫腻呢 是金华城的账本吗 金华城的金流吗 还是说这些资料跟这些容积率是有关系的 恐怕检方就是因为陈玉坤 那时候长达4.5个小时 他要去分析这里面的文件到底是什么 所以时间才会拉这么长 而拉这么长情况之下 今天果然三度提训了柯文哲 是不是跟陈玉坤手上拿着的 这个神秘文件是有关系 我们可以来做观察 好 第二个我刚刚提到的 今天早上第二个动作 是约谈了当时的时任都委黄台生 黄台生当时在金华城岸 已经是证人的方式被约谈过了 但现在为什么会再约谈他呢 会不会跟外界所说的 当时这些都审委员是囚员兼裁判 你们研议了一个20%的奖励方案 自己又去审了这个奖励方案 让他去过关 会不会跟这个周刊写的一样 都是检方他们心中 或是检方不排除 会被列为所谓潜在被告的一些人呢 而今天除了黄台生 这一周或许还会约其他的都审委员 这个我们也可以来观察 好 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谈的是金柳 今天你一整天看到 包括周刊写的都说跟政治现金是有关系的 真心里面有些相关的金流 但是呢要给大家看到的是另一个层面 另一个层面是检方除了去办 审刑金的这个收贿案件 他还多办了这个当时金华城买卖案件 会不会这个所谓的审刑金会涉及 所谓的证券交易法跟特别背信罪呢 为什么检方要特别去办这个案子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行贿的罪嫌不会很重 但如果你去办了这个买卖的过程当中 有这个特别背信罪跟证券交易法 或许就会最重一点 而最重一点是不是要审刑金跟他讲 如果你不再吐石 我就一路把你的抄底 把你的底全部都抄了起来 把你的金流全部都扣了起来 能够让审刑金能够吐出石化吗 这个未来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 好 以上最新主播 这栋位于济南路靠近立法院的商办 柯文哲五月份才在这里 豪砸4300万元买下三楼 不过柯文哲先前受访 宣称是屋主要移民美国 才会紧急脱手卖掉 跟太太陈佩琪的说法都不拢 我的行事风格的错误的地方 所以只看到说台湾民众 等一下在立法院旁边 下一个办公室就去买了 只是一个找中介 然后签约的时候才看到 一对70到75岁的兄弟 他们联合持有了四十几年 因为老了也想要分家卖掉 不只是屋主卖屋理由大不同 金周刊就爆料 陈佩琪在受访当天出示的证明 是汇款进信托专户的金流 也没有说明这些钱的来源 减联就怀疑其中有问题 因为公布的气象中 三笔买房金流 第一笔40万仲介费 而第二笔是152万的汇款记录 第三笔则是420万买房签约款 但第二笔并没有出现在 购买商办的旅约保证装户中 到底是给谁用途又是什么 坦白讲用我个人的名字买的话 监督的力道更大 这是我个人私利不足的这种外习惯 你知道 他就说他可以当做办公室 他说有一个众望基金会 还是什么城乡协会 新屋商协会 他就说他希望这两个 能够搬去跟他一起办公 那时候真的是也是私利不足 再加上柯文哲成说 商办是用他的名字买的 但是跟陈佩琪出事的名细又对不上 如今减连还在追查金流方向 柯文哲夫妻两人说法 反反复复交代不清楚 也让外界逮到更多争议点 都在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柯市长黄副市长真的坏透了 黄珊珊他2018选市议员的时候 沈庆金中华工程就给他20万 副市长以后2019就开始极度的变化 黄珊珊就积极的协助沈庆金 好好跟科幣认识以外 容积就一直放宽 国民党北市议员钟小平再度爆料 民众党立委黄珊珊早在2018年 选议员时期就和微经集团 相关企业中华工程有关系 黄珊珊是最后最重要的拼图 拜托检方一定要赶快传他 为什么你知道隔空篡政 黄珊珊跟沈庆金隔空篡政 尤其黄珊珊先前才发文 把内政部国土署规范 拿来和地方自治条例相比 被认为是试图替柯文哲和金华城解套 但看在钟小平眼里 这一切别有用心 黄珊珊发表一个 那个都市计划法的25条 那不适用 可是它重点不是适不适用 而是说我黄珊珊还在挺你 黄珊珊最怕就省省省把什么都招了 钟小平也质疑 黄珊珊明明身为当时的副市长 参与过这么多起金华城的便当会 为什么至今都还没遭到传唤 主导的便当会 它的发言是什么 黄珊珊如果有帮助省庆金的发言 就是帮助20%的发言 任何的三场便当会 黄珊珊也可以收押 比我们的政治现金都是可以查询的 所以也不用在那边含沙摄影 在台北市政府 我是府会总联络人 所以所有的议员便当会 我都会参加 是不是有涉案 我想检调应该比钟小平清楚很多 身为当时副市长 能否从风暴中全身而退 就怕原本想替柯文哲解套的黄珊珊 最后自己也牵连其中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检方侦办柯文哲的案 今天早上三度提训柯文哲 目前还没有还压 当然开庭征讯时间拉长 下午的焦点会在哪边呢 连线主播张兆和 好 目前这样看起来 检方持续侦办柯文哲案 一整天的焦点 恐怕都在柯文哲身上了 从早上三度柯文哲被提训之后 大家以为中午的时候 他可能会还压 但是没有想到是第一次 柯文哲是过午 等于是他下午要继续开 所谓的征讯庭 这也是柯文哲第一次这样做 那所以我们看了一些 球车的时间表 他或许会到下午五点钟 才会问讯完病 并且坐上球车来还压 第二部分是我刚谈到 柯文哲是第一次过午 所以这一次检方 特别帮他准备了 面包跟铝箔的饮料 来进行冲击 但因为为什么会到 过午这个时间 过去第一次大概三个小时 第二次大概两到三个小时 这一次会过午 会不会是因为检方的证据 已经被齐了呢 尤其是关于周刊今天报道的 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 尤其是匿名现金捐赠 怎么会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 九万多笔累积一点九亿呢 这个金流是不是柯文哲要说清楚呢 第二个事情是 我们这礼拜一直跟大家谈的 检方一直在巩固所谓的图利 所以今天还特别约了 前都省的委员黄台生 他当时是反对派 因为反对派的关系 所以他被换掉了 今天又来到这个地方来做争讯 是不是要来诉说 当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被换掉 是谁指示把你换掉呢 以及其中的一些缘由 好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下午还会提训人吗 在今天下午一点多的求车来的时候 今天没有再提训任何的 再押被告 至于会不会有约谈证人 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来关注的 尤其是早上已经约了黄台生 都省委员 再加上下午 会不会有其他的都省委员来呢 除了有反对派之外 是不是有所谓的赞成派 尤其现在都省委员 被形容叫做是潜在被告 当时沿捏这个20%的荣基奖励 那又求援兼裁判的方式 又让自己过关了 而这一些诸多的一些疑点 恐怕这些都省委员们 要来检方这个地方 好好说清楚 好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近情形 把钱的尽头还给棚内主播 民国111年11月6号 立协议书人市长柯文哲 乙方就是为经纪团子公司 顶月开发 而且时任董事长 就是过去的兵役局长朱雅虎 双方张都盖下去了 这是签什么呢 回到封面图原来是金华城协议书 可是怪了时间是在11月6号 也就是在柯文哲USB档案出现 1500审庆经的后五天 再来核发建筑执照的时间点 是在三个礼拜前 也就是111年10月18号 所以难道柯市府 是先给建造裁签协议书吗 会不会就是先射箭再画榜 柯文哲 柯市府 在协助金华城的诚意 真的是十足到让人惊讶 这个所有的程序 应该走的程序 居然可以让金华城 先射箭再画吧 先上车再补票 无视法规和程序 更凸显柯文哲与审庆经的不寻常 但台北市都发局说 双方用意之后 市府是在111年10月6号 含告生效 协议书的封面时间 11月6号是误值 没有先给建造再签协议的事 但问题是不止封面照 连最后一页签约的时间 都是11月6号 一切都太巧合了吧 这种事情也可以误值吗 如果我们建造给了 金华城不愿意回馈 给台北市民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赔的夫人又折兵呢 而且若真的 先给建造财签协议书 如果顶月初尔反尔呢 那简出培就说 市府恐怕会损失高达百亿元 还白白送出20%荣基奖励 因为协议书就是载名 顶月获得荣奖 所需要的权利义务 几项保证金加起来 将近90亿元 这样的亏损谁能负担 这些回馈都要在建造拿到之前 就应该要先签力 程序出了乱子 柯文哲到底在急什么 恐怕是个关键 东森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 时任杜发局长黄锦茂 几天前被廉政署约谈 证人转被告之后 预知500万元交保 根据周刊报导 在移送北检复讯时 黄锦茂全盘托出 说2020年3月19号 受到金华城陈清涵 还下令3月30号前要签办完成 意思是限期之一天 真不晓得柯文哲在急什么 柯文哲就是高度介入 而且连市府相关的高层 也都知道说金华城 这案确实有违法的疑虑 其实黄锦茂不只在北检时 这么说 早在今年5月24号的 议会专案小组会议当中 他就曾经说过 而且还是民众党议员 陈又诚的提问 陈又诚问说 金华城陈清涵 柯市长交办的内容 是程序上面的交办 还是有实质内容的交办呢 黄锦茂回答说都有 处理方式一个是查明拙处 另一个是韩妇 而且有限在109年3月30号 以前要签办完成 同样的说法 搬到检察官面前 黄锦茂紧咬柯文哲交办 还说自己拖延了一阵子 隔一个月才上签公文 意思是他也觉得怪怪的啦 黄锦茂紧迫丁人的交办这个事情 那现在呢 这个黄锦茂有可能 转为污点证人 来去针对柯文哲的部分 提出更多不利于他的证实 黄锦茂又继续说 说议员印小维不断陈琴 请市长批示是否送都委会研议 甚至还说他以为都委会 应该会顺势封杀此案 但没想到柯文哲 只是要送都委会讨论 还指派彭震生担任PM 为了自保黄锦茂 甚至保留当时的公文 全部交给了检联 柯文哲在金华城的容积案件上面来说 是介入非常非常的深 财团金华城一声令下 柯文哲就直接下令 快速通关一路开绿灯 现在时任都发局长黄锦茂的说辞 成了左右案情的关键 东森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 柯文哲因为金华城的案件 遭到了积压 如今又有平面媒体的最新报道 说柯文哲与金华城签订协议书 竟然是先给建兆才签约吗 时间交给静怡 好我们来看柯文哲 今天已经是被收押的第14天了 两个礼拜过去了 那么最新进度是今天早上呢 它第三度被提训 而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是 在2022年的10月19号 柯文哲参加金华园区的动土典礼 因为在10月18号的时候 那么金华园区拿到了建兆 那么隔天就举办了 这样的一个动土典礼 不过你知道吗 在当下现在平面媒体报道出来了 说柯市府和金华城 竟然在当下还没有签约 就让议员质疑那是先射箭后画把吗 是不是太离谱了 好现在协议书也曝光了 就带大家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写的就是包括了台北市松山区 西松段三小段等等 细部计划案的一个协议书 甲方就是台北市政府 好乙方呢就是顶月开发 也就是金华城的子公司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时间 在2022年就是民国111年的11月6号 刚刚不是提到了吗 在10月19号的时候就已经动土典礼了 在10月18号的时候也给了人家建照 但是你却到11月6号怎么才签约呢 就让减书陪觉得会不会太夸张了 这等于是大家买卖应该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结果你让呢这个金华城先把货给拿了 北市府才在后面追钱吗 因为签的这个协议书关乎到的 就是那20%的融机率 结果你先送了20%的融机 后面才签约 他就质疑是不是柯文哲 要帮省庆金帮到底呢 怎么会合约都还没有签 就已经先动土了 那么认为如果要是 那么这个金华城出额反额的话 市府的损失恐怕会高达百亿元 怎么会这么样的多呢 我们先从下一张图表带大家来分析 我们知道他获得那个20%的融机奖率 是怎么来的 从4%是任性城市 8%是智慧城市 还有8%是宜居城市 那么你金华城必须要达到一些标准 像是任性城市 你必须要取得钻石级的绿建筑标章 但是又怕你没有取得 所以你就要缴一些的保证金 像是任性城市的部分 你要缴17亿 智慧城市大概缴35亿 宜居城市也大概缴35亿 所以零零总统加起来大概就是百亿元 但是你都已经给人家建造了 然后也让人家动土了 如果约还没有签 那是不是等于白白给人家20%的融机奖励 但是却没有收到这将近百亿元的 所谓的保证金呢 但是都法局有回应 他给了两个字的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答案叫做物质 但是真的有这么样的巧吗 像是简书陪就进一步直译了 大家刚刚看到的那是封面 写的是11月6号嘛 那包括在最后一页也是写11月6号 以及几个时间点 包括给建造10月18 那么动土是10月19 还有呢这个 大家记不记得 2022 111500审刑金是11月1号 然后如今又有这个协议书是11月6号 几个时间点这么样的巧合 他觉得这么多的巧合合理吗 我们最后要看到的这个人物就是黄锦帽 好 他最近呢被北俭约谈 那么不是从证人转为被告了吗 他现在警咬的就是柯文哲 他说呢是在2020年的3月19号 柯文哲收到金华城的陈情信过后 就呢把这个事情交给了 都委会研议下令 限期11天要来完成任务 他说他那个时候有告诉北市府啊 说其实现在金华城和北市府正在缠送 那么北市府也有表达不愿意和解等等 他请市府来批示要不要送都委会来研议 他以为都委会会就此来封杀 没想到却一路开绿灯 他说他一切呢都只是听令 认为就是柯文哲下令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破话题 再把时间交还给佩莹 最新的消息 在中秋节过后 检方今天有了新动作 三度提讯柯文哲 而今天的侦办重点 外传会在关键USB的金流解密吗 雷信主播张兆和 好没有错 昨天收整一天之后 检方今天果然出手了 在早上检方的动作 我们分成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是柯文哲 是三度被提讯来到了北检 你可以看到这个最新的画面 这个是大概是九点多的时候 柯文哲被提讯到了北检的最新的画面 他一样是黄色的球衣蓝白拖 但是这一次呢 他也没有跟法警有说有笑了 反而是比较面色凝重的方式 进到了北检 而他的律师郑申源 也大概在九点多的时候已经到了 所以可以想当然了 待会儿的开庭的程序 开庭的准备 就要来准备开始了 好 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 这也是大概大概九点四十五 今天五十分的时候 又有证人被约谈了吗 这个是前都省委员 叫做黄台生 他在第一次检方在厘清金华城 相关案子的时候 黄台生就是以证人的身份来 今天怎么又突然现身在这 好 我们要把一些讯息勾集在一起 还记得我昨天在联系的时候 有跟大家讲过 有周刊报导说 现在这些都省委员 明知道当时的这个状况 会不会有点求援兼裁判 你们为了金华城 去演你的一个方案 自己又去审了这个方案 被指指是求援兼裁判 而且还会说 是不是有潜在被告的可能性 果然今天你可以看到 包括了都省委员黄台生 有先被约谈 待会会不会甚至这一周 还会有其他的都省委员 来陆陆续续道案呢 会不会从原本的证人身份 转到被告身份呢 好 这个我们可以持续来观察 好 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检方在侦办柯文哲案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两个东西啊 一个叫做金流 一个叫做土利 我们先从金流来谈 金流大家讲的沸沸扬扬的 关键USB 今天周刊报导 这个关键USB 要被检方解密了吗 而解密的背后 是汇款的金流 越来越明确了吗 其实检方在查金流 就从四个方向 第一个 柯文哲的木可公司 有没有他相关金流 基金会 私人账户 好 以及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 今天周刊报的是 政治现金的这个部分 政治现金里面 他们要查是 审刑金的4.3亿的公关费 有没有留到这些地方来呢 第一个 他们有查到 柯文哲选前三个月的政治现金 尤其是个人捐款部分 14万笔 好 其中13万笔 是现金捐赠 而最怪异的是什么 是匿名现金捐赠 这有9万多笔 累积到达了1.9亿元 那现在检方在查 你为什么要匿名现金捐款 可以到9万多笔 金额一亿多 这个金额倒是从何而来 会不会是一些 企业或是一些金主 他们不透过政治现金直接用我自己公司的名义捐出去 而是透过一些人头的方式 去洗到你的政治现金的账户里面去吗 所以这是检方目前就要来查的 尤其这是一个巧门 我们都知道收费要有所谓的契约 但是政治现金它没有所谓的契约 他们一种金主或者是企业家跟政治人物一种默契的展现 所以现在检方要查的是这一块 尽管没有契约 但你们有没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 能够洗到这里来 好 第二个查金流的关键在哪 就是施压沈庆金 今天周刊也有报道 现在检方除了查金华城案 也要去查金华城在买卖的过程当中 到底有没有涉及所谓的证券交易法 跟特别背信罪 因为这次买下金华城的是顶月公司 而顶月的大老板 竟然就是金华城的大股东 忠实话被人家说 左手换右手 你套利了好几百亿试在上面 而这个方式是什么 就跟你沈庆庆讲说 你赶快把你的账本吐出来 金流赶快讲出来 因为如果你不讲的话 我就要继续查你其他案子 我们都知道 收贿的通常罪行不会很重 但是如果是我刚刚提到 证券交易法跟特别背信罪 你对你的股东要怎么去做交代 你坑了你股东多少钱呢 他如果朝这个方向去做的话 其实坦白讲 对于沈金金来说 他的刑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他有一种 拿A案去压B案的感觉 就看沈金金 能不能在这几天 全部都交代出来 尤其是他下面的子公司的影响 也会非常大 这就是这一周 检方针对于金流 要查的相关重点 好 如果北检这个地方 有最新的情况 我们也会随时带你掌握 以上最新 主播 蔡姐 你在选择性的私议 这是好像你跟柯文哲一贯的作风 这样是没办法去厘清事实 台北市议员洪建议仅有蔡碧如 就是金华城关键隐藏版人物 还秀出前北市兵役局长朱雅虎 2017年7月21号写给蔡碧如的亲笔姓为证 我告诉你就是朱雅虎 我的来源非常非常的正确 今天中秋节讲个能笑话 他的署名叫朱将军雅虎 那这个将军能够对应的蔡姐 搞不好他是要写给蔡英文总统的 蔡碧如否认亲笔姓是写给他的 反问洪建议怎么会拿到亲笔姓 难道是去台北市政府投文件吗 但是这样并没有解释 朱雅虎是否透过蔡碧如 见着市府哪些人 很清楚2017 你们就已经在着手要帮金华城这件事情了 时间差上面帮的部分不一样 如果你要告我你赶快告我 我手上有你的手遇 我不在场证明 因为金华城的事件是2020年3月以后的事情 那我不晓得因为我2019年 我就离开台北市政府 信的最上方还有一句 8月3号后约时间 就被质疑是蔡碧如的笔姓 这次蔡碧如直接不响了 反而把责任推给其他人 这个朱雅虎的信 上面只有两个笔姓 一个是上面写8月3号后约时间 那一个就是朱雅虎本人的一个笔姓 那以照这样来讲 不是你蔡碧如会是谁 第一没有办法证明他是给蔡碧如的 告是一定要告的 结果这个笔姓到底是谁的 蔡碧如闪躲不谈 只说18号上班日 就会去告洪建议加重毁谤罪 一再喊说要走法律途径 蔡碧如的态度一变再变 应该自己澄清的说不清楚 只会让外界加深质疑 豆森新闻综合报导